現在都說,我們幾個都推薦擴建大約270多75公里 實際的儲備時間用的年約15年,不是25年,15年 再擴建,這三塊地再擴建,在地理位置已經肯定不可能 15年,有些人說不如擴建少一些 我也曾經想過自己,例如每五年,我每五年減少三分一 做了三分一擴建之後,換句話說 我每五年回去立法會一次再擴建 是不是很可憐呢? 對政府來說,這是很害怕的事情 因為社會的討論會很激烈 15年的儲備,對我們同事,特別是讀engineer 他們反而覺得很擔憂 15年,因為在很多城市 譬如新加坡,堆停的儲備 現在的情況是40年 南韓都差不多 當然他們會繼續建墳化 希望那個儲備,譬如新加坡 我們剛才說,不是一個好例子 當然,因為他們用焚化,希望把儲備擴建到70年期望 那個想法當然就是,不要每五年去搞鬧一次 不是容易的事 因為的確是用了很多的證明 會不會我們先回應 也好 當然,加法蘭松安回應 我覺得這個,有些想謀誤在中間 為什麼呢 因為你當然用現在的垃圾量,加15年 但你只是給市民,你沒有個決心 如果這樣說 因為市民說,你加15年 用現在13000多噸,應該是15年 你要減建築廢料,你又要減廢 然後你可能會有焚化 如果你應該有一個存在佔 你會進入CY 那你現在應該告訴別人 我為什麼要抗變這麼多 如果你用現在的量,抗變15年 當然是15年用完 15年很短 我現在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五年內 經過2016年又過了差距 如果有決心做的話 五年我們可能減少垃圾量 不止40% 如果你現在還在用這條數計 我反而不是一句 打你八年後 所有東西給你搞定的時候 我那15年剩下7年而已 那7年 如果你又好像你現在的計劃的話 那7年最多年多多少年呢 給你雙倍,很厲害 因為40%雙倍 14年,14年都不達到你儲備的想法 為什麼新加坡會70年呢 很簡單,我回答你 一定能做到70年 我全部燒了 今次剩下這麼多人要丟過去 我70年很容易做的 怎麼難計呢 但是現在政府 如果你還在維持這個 所謂15年概念 你計到這條數 15年已經計出來 因為所有垃圾都放在那裡 當胡英發生 譬如建一個焚化爐 它又規劃用20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 它10年前開始規劃 建好都要差不多10年後的事 20年 當同樣地建一個堆鐵區 其實又穩地規劃 其實都真是20年的事 如果用15年的儲備 在一個工程項目來講 其實是挺恰當的 我不太懂工程 所以 但是現在政府已經計劃了20年 計劃了20年 計劃了20年 比起而已 你要建 坦白說 今天你立法會過給它 它可以立即招標 如果 我當然是假如 過了然後招標 如果不在填海 七年內一定能建得完 因為工程項目來講 但我們慘了還有一個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要多拖三年 所以我明白 政府現在15年 這15年可能已經計劃了所有的銀售 你不給我們 我至少都有15年 但這件事也帶出 我們現在面對最頭痛的居民 或者市民 不知道的現實 就說我們其實沒有地 去完這15年之後又怎樣呢 現在是否這樣浪費了 即是你越延遲焚化爐的起 你的堆填區 現在extend了的部分 就很快很快被我們用完 接著你還要穩定 所以我其實用著 將來下一代的地 所以我想立法會議員 也要面對現實地 是否你什麼都不可以過 便會解決問題 讓它繼續 你做好減費 剛才說兩年再談 是否可以這樣做 立法會議員也要提出一個整套的要求 給政府知道 我們不是反對利文化爐 不過我們要做什麼呢 政府中間有什麼缺少 那要怎麼做呢 就像基隆剛才說中間缺少的事情 中間缺少的事情 當然是不難做的 為何不坐下來 再把藍圖改去 為何說你兩年後再跟我談 你又不告訴他們要求什麼 要我鼓勵在肚子裡想這些事情 很難的 所以大家是否應該更加面對 不要拿香港的福祉來做 你們之間的磨心去解決問題 解決不了問題 將來剩到我們用了很多地 繼續填滿 因為現在其實每一天 就浪費了我們這些地 一萬三支幾頓 你越早決定 越早測定 可能會減三成 兩成都好 那些福地都增加了20%的寿命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在玩自己 不是在玩自己 即是你不贊成政府 政府又給不了科目 其實是浪費了我們這堆田區的空間 已經浪費了過去十年 我剛才說黃金十年在之前 我們就是沒有做 什麼都不做 而令到我們浪費了十年堆田區的寿命 現在仍然這樣玩下去 我們作為一個學者 我覺得很傷心 大家都知道 完全要知道要的 但又不肯說出來 他沒有說他贊成 你問漫團 沒有人會贊成焚化 問教會議員 也沒有人正面地說 好了 這次已經因為堆田區 想出來說的立法議員 我們要用先進的焚化 都好像某程度都贊成 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 三個都不幫 政府幫不下 立福都幫不下 完全都幫不下 我問過的 直接在會問過他們 他們最後都說 政府做好減費先 我覺得這樣不是面對現實 為何我們不可以面對現實 將問題去解決 大家都知道是要焚化的 但沒有人肯說 我要焚化 謝謝你 謝謝你 拉得好 好 剛才我想回應機局 一男子出 是不是斬結 我想回應 我想回應 我怎樣說 例如 我都應該和你分享 未來這六個月 其實將會 六至九個月 有三條的生產者責任制 將會上立法會 要你過的了 膠袋 玻璃 電子廢物 三條 這個是二十年來 史無前例 這麼短時間 三條生產者責任制 一次過上 然後 做完今次的 垃圾收費支箱這四個月 很快就會有條草浪 要上立法會了 一年多之間的事 同時間 有幾個撥款要做 包括我們要興建廚餘廠 包括要抗建堆田區 以及一個轉費為留 在石虎州分發路 亦都需要上立法會 申請撥款 另外就是 十八區的社區 社區環保站 第一個社區環保站 在沙基灣 將會在2014年 第一季落成 第二個在沙田 應該是希望第二季落成 那你講解 社區環保站是做甚麼 其實剛才類似阿基國所說 社區環保站 就是希望 在一個空間裏面 我們收集一些市場 不是很喜歡收的東西 包括玻璃、廢膠 或者一些二手的田氣 收集了之後 可能透過一個教育的站 有一個NGO 一個社企去經營 然後再去轉賣 或者分得比較初步的處理之後 轉售給回收箱 回收箱 回收箱也應該落以來 因為它會分得比較漂亮 就不是會被污染的廢物 我們社區環保站 現在在社區裡 未是很受歡迎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會不會是一個垃圾站 所以我們期望 第一個在沙田灣落成 希望可以做一個示範作用 希望其他十七區都爭著 因為找地都不容易的而且 就是這樣 另外我們有幾個campaign 亦都出爐 包括就是我們認識香港的campaign 希望減少廚餘 另外就是乾淨回收 我們希望計三色分類之後 市民做的責任 不是只是分類那麼簡單 你的廢物 你的回收物都應該要 好好地洗乾淨去處理 不要污染我們的回收筒 另外怎樣壓伸我們的回收 其實是一男子 其實是 但是在整個制度裡面 我都想了解 上立法會始終都是一條例 一條例這樣上 撥款也是透過公務小組 申請撥款 又不可以說我撥款 同時捆綁了一個垃圾收費的法例 所以我經常都聽到 一男子上一男子上 事實上在立法會的程序 又不可以這樣一男子上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對應這個問題 事實上那個藍圖 甚至我們有一個mini藍圖 就是對應這十幾個月 那個時間表和藍圖 什麼時候上蜜 什麼時候上蜜 有一個這麼細節的 除了那個十年藍圖之外 都是用主要的幾大元素 就是在教育那裡怎樣配到 回收設施 跟著就是一些政策 跟著最後一些處理的設施 那段數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 有一個初步的配圖 那儲如回收 再回答這個 可能其他嘉賓可以回應 儲如回收我同意 我同意 過去十年我們這裡真的走得很慢 但是是否要做完儲如回收 才做垃圾收費呢 台北的經驗告訴我們 他做了大約十五年 他今天的廚餘回收系統都未完成 他是2000年做垃圾收費 去到03年04年開始做廚餘回收 去到今天他大約回收了五成 南韓1998年開始收費 去到2002年左右開始做廚餘回收 那他當時也是的 所以先要做了收費 香港特區政府現在環境會怎樣 我們知道我們要同步去做 所以其實在未來兩三個月 我們會出一個廚餘的難途 去告訴你 我們知道一個或者兩個的OWTF 即小葡灣和山嶺 絕對不敢 承認了 副局長和局長經常出力 我們現在真的要穩定 我們設定了一個目標 設定了一個目標 就是如果我們在一個收費之下 我們的廚餘回收可以回收到多少 譬如十年之內 我們希望可以緊貼到台北 回收一半命 譬如我們回收了15噸的話 在15噸之下我們要建幾個廠呢 七個 會不會是七個 還是八個還是五個 接著我們還要想起 如何分區來建 譬如我們用五大區的概念 譬如廚餘 我們如果用五大區的概念 舉個例子 可以 也減少運輸的排放 然後再想想 如果這個五大區之後 我們在屋苑那裏 我們如何收集呢 現在很多人 剛才幾個都說 我們不如做一些 存餘回收機 可以收100公斤 或者政府多付一些錢 但譬如說 我們一部機 現在都在地的回收機 一百公斤 對一百湖 平均我們一個家庭 三年家庭 產生大約一公斤 一公斤 1.5公斤 我們對應一百湖 但普通有一個屋苑 是一千湖 甚至大一點的屋邨 三千多湖 我們是否資在三十部廚餘機呢 一部機是很大空間的 做了那些廚餘機之後 它是堆肥的 它可以產生堆肥 那些堆肥 那些堆肥怎麼用呢 所以我們 廚餘機只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教育的手段 為目標 但是當然就是現在我們怎樣去 剛才說那些廚餘回收處理廠 OWTF第一間廠商會來未來三四個月 會上立法會 問你們拿錢去批 每個廠大約起三四年 三四年左右 三四年左右 穩地做ERA 所以這個 我都明白 我都覺得 如果早十年開始 這樣就好 今天就可以 一垃圾收費 一開始 就立刻做廚餘回收 但是時間不饒人 我們唯有現在這個 拼命去加工去做 另一條鑾同意 回收業 我們不可以收了錢之後 接著就想著一些東西 放進回收桶 就有人會去收 這個已經承認了不行 所以就是 為什麼有一個督道委員會 就是 我們覺得 有一些回收的物品 是需要政府去補貼的 例如廢膠 廚餘這些 一定要補貼才可以 可以營運到 基本上那個業界 補多少錢 怎樣介入 其實未來這幾個月都會出台 所以很緊張的這一年 2014年也是一個廢物 廢物之年 就是因為 有這麼多的措施 的政策 其實如煎在煙 是推動的 有幾個呢 有沒有一些 嗯 是吧 也不得了